蓝洋洋的乌尾胸大口吃着油加利叶 还有澳洲国宝全级高手戴鼠 12月台湾冷嗖嗖想避寒 南曼球澳洲第三大城布里斯本正好艳阳高照 我们市中心是有免费的公车 那你们看这边有分红色的 有分灰色的是两条不同的线路 跟台湾一样 如果你们买这边 布里斯本有什么叫沟卡 那你除值 事实上它是大概有5%的折扣 伊卡在手折扣跟着走 想晒太阳市区有南安公园故事桥等景点 如果要一览湿景 库沙山是绝对首选 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整个布里斯本城市的景色 那记者现在在当地的制高点库沙山 这里的海拔高度就超过300公尺 白天可以看到一览无遗的美景 晚上的夜景更是不能错过 在冬季时 它比较更清晰 但你能看到海岸在沙山上 但今天很棒 我坐在山上的车上 然后走两个或三个星期 再往南边走大约一小时车程 黄金海岸绵延超过70公里的金黄色沙滩 尤其冲浪者天堂 一年就吸引游客超过500万人 到当地除了搭游艇热门选择还有酒庄 新枝绿芽 昆茨兰州同时也是重要葡萄州产区 总种植面积超过1500公顷 趁着假期抛开工作压力 到澳洲来趟轻旅行 或许也是种不错选择 东森财新闻成品刘子腾澳洲报道